它應該不算是一個袋子 我覺得所有設計都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它真的很小,很壯壯,很適合我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你們看到後面這一堆東西 就應該知道我今天是要來拍開箱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幾個星期買了什麼 主要都是以手飾和袋子為主 要不就由手飾和袋子開始講起 大家看到我後面這個很暢眼的紅色袋子 就是Cartier的 現在開來看看 這個就是我買的just and glue的布袋子 我這一隻就是雜板和有轉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們想買的話 這個款式一定要選擇有轉的 比沒有轉的好 因為沒有轉的話它真的會太平淡 而且它是釘子的設計 我覺得就會沒那麼女性的 然後開箱賞 這個是別人送的,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品牌 我打算晚一點 就是晚一點 我就會把整個收集的東西都儲存 真的很瘋 它有儀式感 它裡面就是 有一張卡 寫書一張卡 還有 裡面寫著 你這個產品的名字 還有記憶號 然後 哪一人買 要給大家看 真的很漂亮 你們猜不猜到我買了什麼款式 其實那天是真的很即興地走過 那其實我就... 因為你知道夏天要穿露下肩膀 露下頸子的衣服 所以有時拍照會覺得 這邊有點空洋洋洋洋 所以就打算買一條鏈搭配 但其實我心目中 沒有特別有一個 我真的很想買的品牌 或者一個款式 我也是那天 臨時 就興氣 那我就進去看 那這個就是... 那我這個是白背帽 那些人說白背帽 是很難保持的 就是不可以碰水 以及不可以碰香水 那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就買了 這個是特別一點的 這個是我買給我媽媽的 那它一直都是很少女心 就是這個Dior的銀包 那它旁邊這個扣子就是Dior 然後就是它經典的這個靈革紋 這個顏色真的很適合我媽媽 而且很適合她的風格 一看到這個顏色我就覺得不一定要買給她 真的很女性 真的很漂亮 還有... 那接下來呢 也是想開箱Dior 後面呢 就是... 這麼大箱的 大家不要看 就是這麼大箱 但是其實呢 我就是買了一個袋 而且是一個超級小的袋 大家猜不猜到是哪一個款 是不是很可愛? 很小的 它真的... 它一定裝不下電話 那它就是... 我的手... 這麼大的 真的... 很迷你啦 我一直都很想要一個 Lady Dior 直到它出了Micro Size 我覺得它真的很小 很狀狀 很適合我 那所以呢 我就想 我一定要買 那之後 我個人是很不喜歡 跟別人撞袋 或者撞衣服 那些我都很不喜歡 那我也是會選一些...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跟別人撞款的袋 這個呢 就是我差不多等了 一整年的 小雞王的 Micro Lady Dior 它真的叫小雞王 這款顏色 那為什麼我說等了一年呢? 就是因為呢 它剛剛一出的時候 就秒速已經賣完了 那我SA知道 我一直很想要這款顏色 那它一翻貨呢 那時候就馬上WhatsApp我 就叫我衝過去 Landmark那個 pop-up store那裡買 那給大家看看 我平日出外 如果我帶這個袋 可以放到什麼 那首先就是 我這個 少少勉強 塞進去的卡住 還有就是 一枝唇膏 還有 我還可以塞進 一個很薄的粉餅 那我時候就會 帶Charlotte Tilbury 那個很薄的粉餅 下去 我真的只是帶很少的外出 那最後呢 就是到這個 Chanel 其實呢 我已經用過幾次了 所以你看到我的絲帶已經拆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它就是有珍珠鏈的 它應該不算是一個袋子 它是小皮具來的 就是這個 淡粉紅色的小皮具來的 我覺得它最特別 而且我最喜歡的位置 就一定是它這條珍珠鏈 它是一條珍珠鏈 就好了 現在開給大家看吧 其實戴這個就等於你的小錢包 你一定不能戴,連卡住也放不下 因為它後面的底部是很窄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後面放一張卡 然後裡面放兩三張卡 然後加上很少量的紙幣 然後加上一支唇膏 這樣你已經很難可以戴上去 所以它的容量其實真的很小很小 沒辦法,我覺得它很可愛 而且這個也是配衣服用的 所以還可以的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好,這次的開箱就來到這裡 希望不要悶到大家 其實我一直的頻道都是以飲食片和Vlog多 這次這個就是我的小小新嘗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一類型的購物分享或者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留言,分享和讚我這段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